汪伦,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信力,却因一个举动在千古史册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,汪伦究竟凭什么能让大诗人李白为他提示赠别,甚至让后人传颂不衰,这一切源于他一次极其大放的出手,令李白深感惊讶与感动,究竟汪伦在达赏李白时有多大方,他究竟赠予了什么,才使得李白如此铭记在心, 背后隐藏的故事又有怎样的曲折与感人,少年李白才华出路,志在远方,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晚期,一个注定不平凡的生命降生在蜀郡,这个名叫李白的男孩,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,他的祖先曾迁居西域岁野,到了父亲这一带才回到中原,也许正是这种游子血脉,为李白注入了不安分的灵魂, 年仅15岁,李白就创作出多首师傅,引来不少权贵名流的赞叹,然而单纯的赞美并不能满足这个骄傲的少年,他渴望更广阔的天地,渴望以自己的才华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,18岁那年,李白开始了他在蜀地的游学生涯, 他穿梭于剑阁,紫州等地,宝览山川风物,积累了丰富的剑矢和阅历,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也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性格, 在这个阶段,李白还痴迷于剑术,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仗剑天涯的侠士,这种豪迈不羁的气质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诗风, 年轻的李白就像一匹野马,充满激情和力量,等待着吃逞的机会,踏上征途,失酒趁年华。 24岁,李白终于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属地,他先是游历了成都,峨眉山,然后承州东下到达渔州,金重庆, 这标志着李白正式开启了他仗剑远游,广结挚友的人生旅途,在接下来的岁月里,李白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 他在承州及时了文坛前辈李优和诗人孟浩然,这些交往极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, 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,李白初登黄鹤楼时的趣事广为流传, 当他看到崔浩所作的黄鹤楼诗作后,不禁自叹布如,说出了一拳垂碎黄鹤楼, 一脚踢翻鹦鹉舟的豪原状语,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李白的豪放个性, 也显示出他的优秀作品的欣赏和尊重,然而才气横溢的李白在仕途上却屡屡碰壁, 直到三十岁,他仍在长安过着穷处潦倒的生活, 这段经历让李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起伏, 也让他的诗作多了一份沧桑和深度, 一招得志,春风得意马蹄骑,李白带人生转期出现在他三十七岁那年, 唐玄宗偶然间看到了李白的诗作, 为其才华所折服,立即将他召入宫中,任命为供奉翰林, 从此,李白成为了宫中的红人, 他的主要职责是为唐玄宗写诗作父, 陪伴他游山玩水,每次宴请或郊游, 唐玄宗都会带上李白, 让他即兴赋诗,记录美好时光, 这段时期的李白可谓意气风发,春风得意, 他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, 也享受到了与帝王同游的荣耀, 然而,李白古子里的傲气和自由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消失, 在宫中的日子里,李白依然我行我素, 常常纵酒自醉, 有一次他在醉酒状态下起草诏书, 还当众命令心腹太监高丽氏为其脱鞋, 这一行为虽然体现了李白的率性, 却也为他日后的失宠埋下了伏笔, 高丽氏因此怀恨在心, 多次在玄宗面前诽谤李白, 渐渐地玄宗对李白的态度开始冷淡, 最终李白被刺金放缓, 不得不离开他曾经辉煌的朝堂, 江湖漂泊,失酒趁年华, 离开长安后, 李白重新踏上了漂泊之路, 这一次他的内心比年轻时更加复杂, 朝堂的浮华和无情让他看清了世事的冷暖, 但对诗歌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依然支撑着他前行, 在东都洛阳, 李白遇到了他的迷地, 杜甫, 这两位后来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, 在此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 他们畅谈诗文, 品评人生, 互相信赏和鼓励, 这段友谊不仅丰富了两人的精神世界, 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篇章, 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因为友情的温暖而减轻, 李白依然四处漂泊, 居无定所, 他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, 试图在试图上重新打开一条路, 但收下甚微,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 李白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, 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人物汪伦, 知己相逢, 桃花潭水应真情, 公元755年, 李白来到南陵, 暂住在足书李扬斌家中, 当时担任金县献炼的汪伦, 听说李白来了, 心中激动不已, 作为李白的崇拜者, 汪伦迫切地想请这位大诗人到家中做客, 然而, 汪伦很清楚, 以金县桃花潭荒芜的景象, 恐怕难以吸引爱酒又爱游的李白, 于是他绞尽脑汁, 给李白洗了一封巧妙的邀请信, 先生好游呼, 此处有十里桃花, 先生好饮呼, 此处有万家酒店, 李白被信中描述的圣景吸引, 欣然前往, 当他到达桃花谈判时, 发现眼前的景象与信中所说大相径庭, 然而, 汪伦的盛情款待, 却让李白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意, 汪伦解释道, 十里桃花, 其实是指十里外潭水的名字, 万家酒店则是因为开酒店的人姓万, 这番解释不仅没有惹恼李白, 反而让他对汪伦的智慧和诚意更加欣赏,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, 汪伦以最高的礼遇款待李白, 他们畅饮美酒, 吟诗作对, 欣赏着春日里盛开的桃李花和幽生碧绿的潭水, 在这个远离朝堂纷争的小线, 李白找到了久违的平静和欢愉, 临别之际, 汪伦更是大手笔地赠送了李白八匹密码和时段观景, 这份厚礼的价值相当可观, 体现了汪伦对李白的敬重和情意, 最后, 汪伦还在古岸阁上为李白摄影践行, 并特地准备了两坛好酒相送, 当李白乘船离开时, 汪伦站在岸边, 一边拍手踏脚, 一边唱着他歌相送, 这感人的一幕深深打动了李白, 激发了他的灵感,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赠汪伦, 李白承舟将御行, 忽文爱上他歌声, 桃花坛水深千尺, 不及汪伦送我情, 这首诗不仅记录了两人难忘的友谊, 也让汪伦这个原本木木无闻的小心令名垂青史, 在李白漂泊的人生中, 这段短暂而真挚的友情, 无疑是一道温暖的光芒,